放進來 兩個欄位 好 然後這樣鎖起來 所以你一定會有欄位A B C D 對不對 好 欄位這個 我要放日期跟時間 就在進階功能裡面的控制檔 進階功能裡面的控制檔 好 就有日期跟時間 把他抓進來 日期跟時間 好 那如果要脫軟一點 要脫軟一點 你就把上面 這個溫度抓進來 抓進來 濕度抓進來 基本上這樣就可以存了 如果老師你要再更精緻一點 你可以就把單位放進去 譬如說像這樣子 這樣子 單位放進來 可以複製上面的 所以其實也不會很麻煩 就是欠力一個置換 丟進來 這樣子 這裡丟到這裡 老師隨意 我只是示範一下 這裡放溫度 這裡把肚膝複製過來 因為剛好我們上面都有了 所以我只是這樣放 這樣你存到資料庫 雖然說你知道這個是溫度 23 但是後面就會多了一個度C 23度C 23度C 好 差不多這樣就OK了 等一下 所以寫入那個資料庫 其實還蠻快的 第一個就是 那個 上面兩個基目 一個叫做 載入Google市算表 那另外一個就是把你的資料寫進去 好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執行 好 18 17 17 75 那我來看我的Google市算表 有沒有 我的資料就跑進來 資料就跑進來 一筆一筆 不要 置中一下 對齊 置中 可以 看你要怎麼去控制它都可以 好 那這個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可以去給它 吹氣 它的濕度會上升 那你這邊就會明顯 做一個變化 那實際上 你會說 他不是每一秒偵測一次嗎 為什麼這邊還是有誤差 43還是跳45 這個應該是網路 網路的問題 網路傳輸上 那同樣我剛才說的 你今天做溫濕度的紀錄 你不會紀錄到1秒 甚至你會紀錄到1分鐘 因為溫濕度的變化 不可能 比較不會說 在1分鐘裡面就變化很大 除非說 火災啊 等等的之類的才有可能 不然氣象局 它應該不會每秒鐘都在紀錄嗎 好 你大概5分鐘 10分鐘做紀錄 一看就 很多了 等於說這個幾秒幾秒的誤差 應該是可以接受 好 同樣的齁 就是你的 Google射算表的應用 也不一定是只有溫濕度感測 日後你如果 例如說 那個 看一下喔 環境偵測 好 譬如說 像那個 細懸浮微粒啊 細懸浮微粒的話 也是 如果你有細懸浮微粒的那個感測器 或者是你要做那個圖廊濕度偵測 你今天要做那個 智慧植栽的部分 也是可以啦 你要記錄 土壤它的那個溫濕 你要記錄溫濕度 還有土壤濕度 都可以 通過Google射算表 幫你做一個紀錄 這樣就會輕鬆方便的多 好 那土壤濕度 也可以去 如果你有土壤濕度 其實那個感測器 好像沒有很貴 一兩百塊的 要上網查一下 我之前有一塊 那塊沒在用 土壤濕度的話 如果你今天 土壤太乾 然後就澆水 自動幫你澆水 這個也是做得到 Weberduno它之前 今年 今年 如果我說 他們要辦一個 針對高中指 然後推那個 主題是智慧農業的部分 那可能 像這一段 就可以在上面做利用 好 好 讓老師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那個 視狀表上傳 失敗 你這邊齁 儲存這邊齁 日期跟時間 對不對 那你這邊是 我們要顯示出來的 那一個部分 所以你就是 10 8 7 7 7 人 很�� 很 來 然後這個在第二點 這個在精神的十度 這裡是打 老師我可以看 或是你要看 我影片也有 我會看程式那麼快 這邊 因為你放這邊 上面沒有全部寫出來 對 從裡面我還要把日期直接放上去 就是你這邊放 溫度 對 度期 換檔 然後這裡濕度 濕度 然後百分比 那裡 我不能用 去 走 到 去 去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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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